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高 咱们今天来讲老子 老子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那个地方的人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的出生年月日不祥 推测是公元前570年左右的人 也就是说比孔子大20岁左右 老子本名叫李尔 为什么叫老子呢 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个老头 一出生出来就是白头发 白眉毛和白胡子 他是不是到这生长了不知道 反正说出生就是个老头 所以叫老子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 不太知道 在世的时候是在周朝任守藏室驻下室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馆 图书馆的主管 据说周朝的守藏室里面 藏有天下所有的书籍 老子就是那个地方的管理员 所以他变揽群述 他什么都知道 那么后来周朝衰落之后 各地发生叛乱 老子就觉得有点不安全 于是就辞掉了官职 归隐了 据说老子辞官之后 就架着一头青牛向西而去 就说要到西边的大山里归隐 那么他一直向西走 在出现在洛阳的寒谷关的时候 就遇到了把守寒谷关的官令 叫尹喜 这个人叫不叫尹喜 其实不太知道 因为实际上说 老子到寒谷关之后 说官令尹喜约 就是尹喜说的句话 但是这个地方在哪断句不知道 它是叫官令尹呢 就官令尹喜约 就是很开心的说 还是官令尹喜说 还是官令尹喜说 都不知道 所以就不知道 它是叫官令尹 还是叫令尹 还是叫尹喜 现在主流认为叫尹喜 后来书上就讲到这段说 也都有各种说法 有管他叫官令的 有管他叫令尹的 有管他叫尹喜的 咱们就管他叫尹喜吧 就是把守寒谷关这个人 就跟老子说说 您既然要隐居了 您知道这么多事 何不给我们留下点什么 教教我们怎么治国 怎么为人处事 讲讲天下之道 这老子说好行吧 于是就写下了五千个字 送给了尹喜 这五千字就叫做 老子五千言 这个就被认为是老子 留存在世界上唯一的作品 老子并没有其他的作品 后来有说有些其他的事 但都无法证明是老子了 就这个说是老子的 而这五千个字 后来就被称作老子 就是这本书 在道教中被称作叫道德经 总共是八十一个章节 其实就是八十一小段话 字不多 但是讲的道理 非常的玄妙神奥 留下此书之后 老子就道其青牛 向西而去 最后去了哪就不知道了 但是就留下了这本书 五千个字 在介绍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先说一下尹喜这个人 尹喜为什么要留下老子这本书 就是一个把守 韩国国安的人 为什么说 您跟我讲讲 这个楚氏之道 治国之道 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尹喜是当时周朝的大夫 相当于内阁大臣 专门辅佐君王 处理国政大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也是当时周朝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他对世界的运转 研究得非常的深 他每天都研究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那么有一天 他在观测天象的时候 就发现天出异象 就是东方出现紫气 向西方飘气 紫色在古代代表尊贵 就说明有圣人要往西边走 要往西边走 就必然过这个韩国安 于是他就跟皇上说了 说我要去把守韩国安 他就为了遇到这个圣人 他去了之后 就看见老子骑着轻牛就来了 于是他就立刻拜老子为师 让他留下了这五千个字 这五千个字 为什么叫道德经 是因为它分上下两篇 上篇叫道 下篇叫德 整体没有名字 而且这五千个字 你不能按顺序读 按顺序读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每一句话 都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你要整体图完之后 去体会他的意思 要不是这个隐形 老子这个人存在的 没人知道 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字 所以在 在史书上没有记载大人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 记载了老子 所以老子什么时候出生了 什么时候死的 大孩子个什么样人都不知道 老子不是有很多的弟子吗 对 那些弟子都是看了 他的这字 看了这五千个字之后 说是他精神的传人 是这样一种弟子 所以在道教中 尊称引玺为文史真人 很多道教的门派 他们的开宗的宗祖 就是这个引玺 老子没有开道教 是他的徒弟们开的道教 好 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 老子上面究竟说了什么 老子上来第一句话 就是著名的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什么意思 就是说道这个东西 要能讲清楚 它四个什么东西 它就不是道了 道这个东西 你可以给它命个名叫道 但是那不是它的真理 那么关于道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在它第25章中有写 它说 有物混成 天天地生 写了一大段 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一个混沌的东西 在宇宙形成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它不依靠外力 独自存在 循环运转 永不停息 它就是宇宙的根本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于是勉强把它称之为道 也可以称之为大 都可以 因为它无边无际 但又是一个整体 道这个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因为我们的五官是感受不到的 不可描述 也无法被定义 它是超越语言 超越理性 但这个东西绝对存在 暗无值 对对 有点感觉就是暗无值 就是你肯定感受不到 测也测不到 但这个东西一定存在 而且就是这个道 幻化了宇宙万物 它生成了宇宙 这个写在《道德经》的第42章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个道来的 这个书总共就81段话 我们已经讲到第42句了 一半讲完了 都讲了吗 没有没有 我说了 不能按顺序说 再跳着说 你看他上来说道可道非常道 完了在第25章 再说它是个什么东西 到42章才说 它又幻化了宇宙万物 老子的思维也很跳跃 可能是 而且我们今天不能把老子的话 都讲一遍 主要就讲一下他的思想 他讲个什么事情 喜欢的人可以自行研究 不多5000个字半个小时就能看完 由于道幻化成了宇宙万物 所以它就是万物 它无所不在 它也是宇宙运转的基本法则 这个法则生生不息 不可被打断 也不可被改变 那么老子认为 世间万物都要遵循这个道 才能正常的运转 人生也要遵循这个道的人生 才是正常的 理想的人生 那么老子在第16章中说 知常荣 荣乃公 公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酒 陌生不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了自然运转的规律 就无所不包容 无所不包容 就坦然公正 坦然公正就周全 周全才符合道 符合道才能自然长久 终生不遇到危险 不可以死掉 Never die 是吧 陌生不待 他讲的都是 英语 他讲的都是很谨慎的 对 有的人就是喜欢探险 对对对 喜欢刺激 其实老子这本书啊 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句话都特别的短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现在这么长都是人们翻译出来 体会到他其中的意思 当初老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也不好说 不过现在觉得这样是符合他的思想的啊 后来庄子有解读老子里边很多的内容 庄子解读的时候就举了很多的例子 讲了很多故事 让你去理解这个内容 但老子就留下了这么几段很短的话 那么老子在第五章中还说 什么叫天地不仁呢 就是说天地其实对人没有特别的仁慈 它对于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 对待所有东西都像对待雏狗一样 什么叫雏狗 就是用草扎的狗啊 在祭祀的时候会要使用这种 像纸儿一样的 但祭祀完了就会把它烧掉 代纸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说天地对待世间万物 其实都是一个态度 没有谁特殊 不是说你人有灵性 我就对你特别好 没有了 在宇宙的面前的一切东西是没有高低贵贱值的 它不管你是谁 它是按照它自己的法则在运转上 你也不可能改变它的运作 那么所以你想得到天地的帮助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顺应道 如果你做事符合道的话 就如同顺水推周围远 无往不利 但它不是在帮你 它是在运营它自己的法则而已 你符合它了你就会觉得很顺利 那我看不见摸不着 我又怎么去遵守它啊 哎对 于是老子给出了一个提示 老子说怎么才叫遵守道啊 就叫无畏 什么叫无畏呢 就是不要尝试去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 就是我们不要故意去改变一些自然的事情 而是应该接受自然为我们的安排 不是说不要做事情 而是不要去刻意做一些事情 好难啊 改变自然规律 改变命运 他说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啊 所有的事情也都在运作之中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到完成的 不是你完成的 也不应该是你来完成的 老子在第七章中说 天地长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啊 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运算的 所以它能够长久存在啊 所以有道之人啊 遇事不争 反倒可以呢 从众人中领先 将自己知之度外 才能保全自身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名有姓的领先的人 都争是吧 感觉争啊 是吧 一会我告诉你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是有原因的啊 老子认为啊 顺应道的人啊 应该止于目的 做最基本的 能够完成自己的目的事情就好 不要多做无用的事情 要懂得满足 也不要去夸耀自己的才能 不然会给自己招来想不到的灾祸 比如说你取得了地名 各种炫耀就会招人恨吗 当然呢 你也不要做多余的努力啊 因为这不是你目的的一部分 它就不符合到 就会有问题 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啊 过犹不及是不是孔子说 啊对对对 就是孔子跟老子啊 有些内容是差不多的啊 但整体他们是相反的 一会我跟你讲啊 为什么他们相反 老子强调 做什么事情啊 都要做最小的努力 他认为过多的努力 是无法长久的 他说比如说你用脚尖站立 确实会让你显得大一些 但你站不久啊 你大步行走 确实可以走得快一些 但你走不远呢 所以急功近利啊 是无法长久的 讲究大气万成 千万不要急功近利 那如果取得一次快大的成功 老子认为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老子甚至认为啊 什么都不努力 什么都不做呗 最好 有一点消极啊 我最后告诉你 他为什么这么消极 因为你做了任何努力 都有可能不符合到 就会产生危险 老子呢 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叫绝学无忧 字面意思就是 不学习就没有忧虑 但是结合上下文 整体感觉的意思呢 是不要去学习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什么叫没有用的东西呢 就是不符合道 过度多余的东西 老子认为啊 人为什么要不断学习 就是因为有不安 有顾虑 所以你想多学点东西 以后找个工作 好吃饭呢 是不是 你对未来有不安 你才会学习 就是你对未来 没有任何不安 你还愿意学习吗 不行 你躺平就行了 会空学 对 对没错 但是他认为 人去争着学习的目的 其实就是因为有不安 所以不断学习 源自于忧虑 他说求学的人 每天学习 都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突然他这样说 我就很想学习 什么 那也挺好的 又会有这种逆反心理 会吗 挺好的 但你学了越多 你会发现 很多就跟你实际情况 没有什么关系 你自然就会多出了一些 没有必要的忧虑 学习呢 应该保持最小限度 够用就好 就比如说 我们上学的时候 什么数理化 英语 美术 音乐 什么都学嘛 他说这些都是苦恼 因为你生活中 这些东西都用不到 也没有机会用 学起来就特别痛苦 越学越痛 老子说 这就是自己早醉熟 知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学 为什么呢 因为知识是日新月异的 每个时代都不一样 你拼命学编码 结果你学会了 编码不需要了 你拼命 对 就这个道理 你开始花那么多年 拼命学个什么C语言 学个VB 你现在根本用不到 你当初学开车 两千都自动驾驶 老子就说 你用到时候再学 没有必要提前学 徒增忧虑 他说求道的人 是越学知识越少的 最后是学到什么 就一点知识都没有了 达到无为的境界 什么知识都没有 我就什么都不干 就无为了吗 那谁都不学习 谁去改变世界 谁去改变这个生活 没错 老子说了 世界和命运 是你能改变得了的吗 你以为你学点那东西 就改变了 最起码改变的那些人 世界也好 命运也好 它是道 你要顺应这个世界 顺应你的命运 你做的任何努力 最后你都会发现 是没有用的 谁都不努力了 对 不需要 我最后会告诉你 为什么不需要 这我不努力可以 但总要有人努力吧 行 他们要努力 他们努力去 老子说 你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顺应自然之道 也就是无为 不做努力 不要总想着去改变自然 你不去做这些 没有用的事情 就不会有忧虑 也就不会有烦恼 最终达到 绝学无忧的境界 老子认为 才能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说 才能会引来嫉妒 让你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他认为 人应该放下执着 不要过于去追求 才能成就 而且应该满足现有的圣 他说真正的圣人 足不出户 便知天下事 不看窗外 也知道日月星辰的运转 你在家什么都不做 也是可以功成名就的 而反倒你追求名利 就有可能得不到名利 反而给你带来威胁 其实在孙子兵法中 也提到类似的说法 就是不要把事情做绝 甚至你要故意 留给对方一条活路 不然他跟你拼命 倒霉的是你自己 还有就比如说战争 两个国家战争 本来的目的 就是占有对方的领土 而不是屠杀对方的人民 所以只要占领了 目的达成就完事了 千万不要大肆杀戮 这属于多余的行为 必然引发仇恨和灾祸 关于仇恨的老子也说了 他说仇恨一旦产生 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不可能达成和解 就算你报了仇 这个仇恨也是会留下来的 那么对于仇恨 真正符合道的做法 是怎样的呢 就是留下对方的欠条 而不强迫对方偿闻 就是你和对方都记得 你们之间有过仇恨 但是你并不需要报仇 这才符合道 他说对于自然而言 对于道而言 他都偏爱着符合道的人吗 遵守道的人 你只要遵守道 天自然会惩罚他 他做了坏事 是他不符合道 他不符合道 道就会惩罚他 你不要去惩罚他 你惩罚完了也没有用 最终你的仇恨残留着 反倒你惩罚多了 他还痛了你 就没有头了 符不符合道 是由道来决定 不是你来决定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决定 谁符合道 谁不符合道 其实老子的观点 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 就是无为自然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顺其自然为最好 你要懂得知足 不管做人也好 治国也罢 都是这样 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解释一下 老子为什么认为 自然是不可改变的 或者道是不可改变的 就是我们明明通过科学 建造了城市 自然是在改变之中的 我们也有把沙漠变成森林 也有把森林变成沙漠之类 那么老子的意思说 只要你建造了这个东西 它是不符合自然的 大自然就会通过它强大力量 把它变回到自然的状态 所以人类所谓的改变 在自然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是一瞬间而已 都是无用功 大家看世界上 各大古文明就知道了 是一时昌盛 到最后都变成了沙漠和森林 就变回了道的状态 所以现在你觉得 人类已经很发达了 再过一万年 只剩下石头和草木 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所以他说你越努力改变 变回去了就越快 没有意义 老子里边 其实有一半部分 是讲治国的 就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 关于治国的部分 老子的理论是这样 他说人如果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的话 人就不会争 东西没有高低贵贱的话 人就不会偷 人没有欲望的话 人就不会乱 所以是 社会就不会发展 对 谁说社会要发展 不是有过这样的时期 谁说月球要发展了 所以真正的圣人治国 是要减少人们的竞争意识 减少贫富差距 减少欲望 让人们无欲无求 则国家可以无为而至 就是国家都不需要领导人 这个国家就治理了 而且这种治理是老百姓 既可以得到满足 国家也安定的状态 无为而至 当然不光是国家 所有组织的领导方式 都是一样 最厉害的领导 应该是不被注意的领导 第二厉害的领导 是被人们爱得的领导 比较糟糕的领导 是被人们害怕的领导 最糟糕的领导 是被人们看不起的领导 所以领导应该少说话 少干涉 组织自然会运转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发现 他们是组织的一部分 自然的为这个团体 去做一些自己的共性 不是让我无为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做共性 不不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叫无为 不要去各自 就是不要去争执 做一些事情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想 就是这肯定不行 说我作为一个领导者 如果这个团体 我不管的话 不就完了吗 他就散掉了 老子说 其实领导也不是说 什么都不做 而是领导应该推到幕后 去支持这个团体 而不是站在前面去指挥 你在幕后 给予成员帮助 从大局上防止问题的发生 作为领导 这个团体如果成功 你要不要张写自己的才能 而要感谢成员 甚至不要让他们 意识到你的存在 就说所有的功劳 都是他们的 这样你才能游刃有余的 控制组织的运作 所有的功劳都是他们的 那他怎么当上的领导 就是这么厉害 他说这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高级的领导的状态 老子认为每个人 都是有自己的才能 应该尽可能放昏 每个人的自主才能 让他们为组织做贡献 这才是正常的组织 符合道的组织的运转状态 老子在第三十三章中 阐述了他的一个 理想人物形象 他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圣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知足者富 就是说了解别人人就聪明 但了解自己才叫智慧 能战胜别人 说明你有力量 但是能战胜自己 才是真正的强 知道满足的人 才是富有的人 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 如果你不满足 就永远不会满足 也将永远失落和痛快 就是说你不管你多么富有 你自己没有满足的话 你就跟什么都没有一样 而老子认为呢 得失本就一体两面 有得就必有失 就是你获得的越多 失去了就会越多 你可能获得了很多的财富 就会失去健康 失去幸福 失去你的时间呢 如果得失是守恒的 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获得失去都是一样多的 一努力就白努力了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们不能被欲望所驱使 应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静 那他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呀 老子说了 只有一样东西对人生是最有意义的 就是活着 他说就这个有意义 他说只要活着就可以享受人生 所以没有什么比活着更为重要 那你可能会想 就是如果真的如老子所说 与世无争 只要活着就好 那么在现在人类社会中 岂不就死定了 老子说了 其实不会 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 就是水啊 它会避开障碍 外界是什么形状 它就是什么形状 它会随重力流动 总待在人们不愿去的最低之处 人们都往高处爬吗 它总在最低之处 那么虽然它很柔弱 但它却可以战胜最强大的东西 它可以击碎岩石 甚至改变地形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 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的 它与万物无争 但它却滋润着万物 所以老子认为啊 水是最接近于稻的东西 你就如果想知道稻什么样 你看看水就行了 也就是稻的实体表现 它说人呢就跟像水一样柔软且强大 能够适应环境 不与他人争斗 而且尽可能的帮助周围的人 滋润嘛 你的人生就可以长久幸福 但老子说 人人都知道水的强大 却没有人想要成为柔弱的水 都想成为刚强之物 就是说都想更强 没有人想要更弱嘛 它说这个就是世界真正的法子 往往和我们所感知的常识相反 就是说你认为最弱的东西 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东西 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常识是符合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 不是符合自然的 和自然是相反的 所以你认为自己的劣势 你的弱点有可能正是你的常处 别人对你的判断评判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符合道 符合自然 而且老子还特别强调 就是说不要强硬 要柔弱 而不是柔软 一定要柔弱 弱很重要 老子在第76章中说 什么意思就是人活着的时候 身体是柔弱的 死了之后身体就变得僵硬 草木生长的时候是柔软脆弱的 死了之后就变成了干硬的枯搞 所以强硬的东西都归类于死亡 柔弱的东西才是生长活着的东西 而且凡是强大的东西总是处于下背的 他说大海之所以是最大 就是因为它比任何河船都要更低 海纳百船他们都留到你 为什么你低啊 所以老子认为处世的最高境界 是保持在最低的状态 最柔弱的状态 因为柔弱是生存的本质 生命都含水嘛 是吧 没有水的都是死的 所以就是谁强硬谁死 看来他想成为最强大的 为什么 因为他保持在最低嘛 对 他的欲望很大 有可能 你理解到 他说这才是符合道理 因为道最大 好吧 他说和任何人相处也是一样 不要对别人强硬 也不要去针锋相对的去否定别人的意见 一定要柔弱 就算你觉得他不对 你也不要表达出来 你就笑笑就可以了 老子在第45章中说 大乘若缺 大营若冲 大直若趋 大巧若拙 就是你越厉害 就要显得越笨重 你知道的越多 越要显得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你一定不要显露你的才能 因为才能通常和风险相伴 成功与危机并存 庄子解读老子这个地方的时候 老子就说了这么些话 庄子后来解读了一下 就举了个故事 他说 有个国家有很多的数 各式各样的数 有的粗有的细的 粗的就砍来 用来做房子了 细的用来做椅子了 都有它的用处 但是唯有弯弯曲曲的 长得非常柔弱的数 不会被砍掉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表现出了某种才能 就会被别人所利用 被别人所算计 所以如果你不想被别人利用 也不想被别人算计的话 就一定要卑微 低到尘埃里 一定要是大乘入瘸 就说我都很满美的 但是我故意显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大巧入瘸 我什么都会 但是我就故意装的很笨 做的很慢 大银若宠 我很满了 但是我要装作 我很空虚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当然不光是成功与危机并存 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正反两面并存在一起的 他说比如说正义与邪恶就是并存的 他说世界上所有的战争 都是以正义之名发动的 但是他们真的正义吗 是吧 是战争就是邪恶的 但是他们都打着正义的气 所以这个世界绝非大家所看到的样子 有可能和大家看到的就是完全相反 你所认为的正义往往都是邪恶 好以上就是老子的基本内容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老子这个内容非常消极 还有点奇怪 和现在世界也不太相符 其实这和老子所在的时代是有密切关系的 老子所处在的叫春秋战国时期 那个时候天天都在打仗 到处都在打仗 所以老子的观点呢 是最符合当时的一种生存策略 就是如果你冒尖的 你显得很有缺失 死的就是你 就是你不被别人利用 也会被你的竞争者所干掉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会觉得他非常的消极 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和我们更为熟悉的一个学派 儒家思想是相反 儒家思想是帝王学 讲究的就是什么 人要有道德 要努力 要成功 国家要越大越好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扩充 孔子的思想是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的 你要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推崇孔子 没有人推崇老子 老子说我们不需要统治阶级 你统治阶级要退到幕后去 不要出来 去中心 对对对 而且老子说是我们不求发展 我们现在就很好 但是统治者不行 同时我就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统治者都喜欢孔子 不喜欢老子 而且老子认为国家是越小越好 老子说 说了吗 说了 老子说国家的理想形态叫小国寡民 国家越小越好 人民越少越好 他说国家为什么要大呢 你老想把国家弄大 你不出于侵略吗 这不就是战争的根源吗 是不是啊 国家小小了 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满足所有人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甚至都不需要国家 所以我觉得北欧那些国家可能比较符合老子 理想的国家形态 就是小国寡民 但是这种思想帝王他就不喜欢 不好发展经济啊 对啊 但是老子认为发展经济没用啊 你发展的你以为你发展的是自己的经济吗 你是自己的快乐吗 你以为你努力是在为自己努力吗 错 所以在老子看来这些东西啊 就是比如你扩张 你学习 你努力向成功 都是欲望 是危险的东西 会得摘祸的啊 就后来这个老子的思想传到欧洲去之后 就产生了一个很有名的词 叫非暴力不合作 就说我什么都不干 反正你让我干什么我也不干 非暴力不合作 他说这种思想就是无敌的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孔子的思想的不好 或者是老子的思想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孔子的思想的更符合 社会规则 社会法 而老子呢符合自然法 他建议把人们回归自然 而孔子说 不不我们要组成一个强大武 越来越强大 所以所有人都要学习努力 成为有道德的人 对 关于道德也是 老子说 其实国家不需要道德 任何人都不需要道德 你在这强调道德 就说明这个国家没有道德 这个庄子就讲了个故事 去解释这句话 他说以前有过国家 这个国家的君王特别的虔诚 买了很多的佛像 天天在这背 就是说我贤者 做了很多好事 就是帮助老百姓 让我们人们安居乐业 每天都跪四个小时 安心礼佛之类的 有一天 这个释迦摩尼出现了 他拜佛嘛 释迦摩尼出来了 他出来之后 这个君王特别的开心 说哎呀 我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了 这个佛祖显灵了 他就问这个佛祖 说佛祖你看 我这么牵扯 我接着会得到怎样的好处呢 释迦摩尼说 你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 释迦摩尼的原话是 他说我无 我就干这么多好事 为什么是无呢 他说因为你做的 所有的好事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欲望 你已经得到了 也换回了你的欲望 你不可能再得到 其他的东西 这跟道没有关系 跟世界的运转是没有关系 所以你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所以老老 得到了自尊吗 得到开心吗 他自己帮助别人很开心 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虔诚吗 所以老子认为 追求道德 其实是一种 无道德的表现 他说真正的道德 是不需要追求的 自然就有的东西 在道里边自然就有的东西 这就和孔子不一样了 孔子说 我们要做个有道德的人 要努力学习 听起来好可怕 其实孔子 他就是为了辅佐君王 所以提出一些思想 在国家统治上特别好用 而老子就说 多说无疑 你这个思想最终会引发战争 他俩还谁岁数大 老子岁数大 理论上老子岁数大 但是老子什么时候出生的不知道 他俩见过面 有些也史上说有 但是这门的见没见过不知道 就是孔子说了什么话 说了什么事 老子都可以把他给反驳掉 是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大部分人也觉得 老子这个思想 没有办法发展 他终究不是一种发展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教我们 如何成为优秀的人 如何成为帝王 他是培养帝王的 帝王学 他这个孔子的思想 也主要是给皇上看的 皇上看完之后 我这样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主 是吧 但老子的思想 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 或者说成为透明人的 你融入到自然里面 所以你就想 你是想成为帝王的 还是想成为透明人的 是吧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觉得哪个会给你带来幸福 你就可以选择哪一个 都没有错 但是中国思想家 也不光这两家的 那个时代叫诸子百家 有很多的思想 有提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还比如说墨家 法家等等都有 以后我们有机会 专门做影片给他讲解一下 其实最代表性的 就是孔子和老子的 道家和儒家 它是完全相反的 老子和孙子的内容 相对来说是比较像的 孙子是兵家的 孙子的想法 其实也是相当消极的 能不打则不打 而且你不要凸显自己 不要让对方了解你 不要让对方发现你 他知道你的存在了 他就会灭掉你 这是孙子的想法 其实和老子不谋而合 其实也是一种 黑暗司令法则 生存法则 所以根本上老子 是一种在恶劣环境下 生存的这种生存法则 你无法成为帝王 你最好就成为透明人 这样好一点 为了你的安全 不然你就死定了 就是你做了很多努力 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被别人利用了 你都不知道 你一旦有才能 别人就会想利用你 你的竞争对手 就会想要干掉你 所以你有才 你要藏着点 不能让别人知道 所以老子辞掉了官职 而继承他思想的庄子 连官都不当 也就是说老子的思想 是在于自我的修养 是吧 让自己感到幸福就可以了 关于什么世界国家 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好就行了 你也不要去侵略别人 但是孔子的思想是告诉你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社会中 生存下来 越来越优秀的那种思想 是这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 你如果想在社会打拼 就看看孔子 如果想过田野生活的话 就看看老子就好 与世无政 我们家的思想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是吗 哈哈哈哈 已经大成若取了呗 哈哈哈哈 那倒不是 能做到无为吧 哈哈哈哈 嘿